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欧冠比赛,沙尔克04主场迎战波尔图,最终双方战成一道一平,代表波尔图首发出战的卡西利亚斯完成了一项欧冠新记录。 根据欧足联的官方统计,37岁的卡西成为了首位征战过20个赛季欧冠的球员,超过了吉格斯,吉格斯曾代表曼联征战过19个赛季的欧冠,卡西似乎注定为欧冠而生。 19岁04天,卡西代表黄马出现在欧冠决赛的赛场上,这让他成为欧冠决赛史上最年轻的出场门将,卡西利亚斯用16年的时光把守着银河战舰的大门,729次出场,5次获得世界最佳门将,随队夺得19座冠军奖杯。 沙尔克门将费尔曼表示,卡西是很多人的榜样,当然也包括我,他是一位塑造了足球的门将,赛后,我想和他交换球衣。 在这20个赛季中,卡西利亚斯先后守护黄马、波尔图的球门,此前在效力黄马期间,卡西利亚斯曾随队拿到三座欧冠奖杯,离开黄马后,本赛季已是卡西利亚斯效力波尔图的第四个赛季,除了20个赛季征战欧冠这一纪录外,卡西利亚斯还是欧冠的出场记录保持者,他仍在不断刷新这一纪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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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